在2021年新年來臨 在中國大陸工檢法師政府各部門 軍隊工作的法輪功學員用詩詞、圖片等形式 供足師傅李洪志先生元旦快樂 他們期盼與李大師團聚的日子 表達堅定真善忍修煉之路的證訊 精盡不止以謝詩恩 在1999年在中國 李洪志先生將佛家上聖修煉大法 法輪功傳出後 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上億人紛紛走入修煉 道德回升、身體健康、福祉社會 一位在廣東省政法系統工作的法輪功學員寫道 每當打開轉法輪 就有一種親切光明的感覺如目思恩 感謝師傅對弟子的保護和鼓勵 一位現役軍人法輪功學員說 從大法中 弟子明白了人離世間的真正目的是反本歸真 在師尊的慈悲教誨下 弟子遇到矛盾向內抓 不斷在大法中純正自己 弟子感到從未有過的幸福 山東省政府土地管理部門法輪功學員表示 發證人間的輝煌時刻即將到來 弟子深感責任重大 一定盡最大努力 喚醒那些還在受中共邪黨蒙蔽的世人 讓他們明白真相 給他們得救的機會 北京市司法系統夫妻大法弟子 公祝李洪志師尊新年好 他們寫下新年詩 每逢佳節背詩襯 隔海相望盼詩尊 你為眾生吃盡苦 你為弟子操碎心 弟子唯有更精進 講清真相多救人 學法修心向內抓 遙足詩尊新年好 新疆兵團大法弟子 公祝李洪志大師元旦快樂 法輪功強調仲得修善 敬畏天地 這個與中共無神論和鬥爭意識形態相搏 在1999年7月 中共因恐懼法輪功學員人數 超過中共黨員 下令全力迫害 迫害政策持續至今 尚未終止 中文大法輪功誤 中文大法輪功誤 現在是任何從岀蘭